2017年的LPL 遭遇了MSI的实力 也经历了周济赛的狂欢 在通往世界赛的大道上 始终带着热血和眼泪 一路行走一路成长 有人离开舞台的同时 也有这样两名少年 悄然加入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我是16年的春济赛来到的IG 然后他们就IG当时的状态水平 我觉得都是都还行 但是就下路的状态的话 有点就有点低迷 我觉得我来IG的话 可以帮下路打出优势 Jackie Lau这个名字 自从出现就一直带着天才AD的光环 所有人都在期待 他和IG一起战斗的样子 然而因为联盟的年龄限制 很长一段时间内 他都不能作为现役队人 参加LPL的比赛 等待上场的日子 变得漫长而煎熬 准备上场这段期间的话 也就每天到达牌位 然后看看他们训练赛 就多看比赛 加就训练自己吧 刚开始来的时候 是有点着急的嘛 然后后面也就顺其自然的 也就慢慢加强自己 慢慢等吧 等待总是有抑郁的 Jackie Lau在赛场上的表现 没有让任何人失望 他像一顶染着寒霜冰雪的剑 带着锐利锋芒 一往无前 他来了 也带来两届 NEST的冠军和2018 LPL春季赛IG的八连胜 我第一次CDA比赛的话是16年的NEST 然后我们打老干爹的时候 就当时比赛是赢了 但是 我那时候赢得很混吧 所以比赛打完之后 也不算很开心 就有点懊恼 这个时候点掉主宝 我们恭喜爱奇 拿到本次NEST的总冠军 我们第一次打比赛是NEST 然后虽然我们赢了 但是Jackie就是 不是很 就反正挺郁闷的 然后赛 就要下场之后 但是知道反而去哭了 他压力比较大 很多人期待他的表现 就是特别好 特别好 特别好 然后他并没有表现得特别好 特别好 特别好 就有一点难够 在一个普通夏季常规赛的比赛日 iBoy这个ID 出现在了人们的视线里 这个名不见精壮的选手 用自己的勇敢 却不鲁莽的操作 征服了观众 在带领队伍胜利的同时 斩获了MVP 顺势拿下夏季赛的总冠军 一个新人选手想上场的话 肯定也会跟教练说的 教练就是也会帮助你 就是如果你说想上场 他也会在之前安排你 就是跟队友训练 然后看磨合的怎么样 如果还不错 就会让你上场试一下 所以iBoy拿到了这项MVP 也是像你说的 就在这么大的压力状况下 表现得非常不错 对 我当时进入一队之后 就是跟他们正式训练 那那个时候 其实我还不是很厉害的 但是因为 LPL的赛区下路AD都比较强 然后每次跟他们训练都 我都能在 就是其中能总结到很多 就是经验 我打LPL的话 应该是希望队少越想要 因为真的就是 就算是输了 在其中也会学到很多东西 但大家对EDG 这只王者的知识 总是有着更高的标准 对他们在国际赛的表现 有着无限大的期望 而忽略了iBoy 只是一位 刚进入职业圈 两个月的少年 在一次失利过后 指责也铺天盖地而来 当时S7失利那一刻 就是我们最后一场比赛 那一刻感觉 输得输完之后 有点麻木了 不知道想什么 就是脑子里面是空的 就感觉很后悔 为什么之前没有打好 我觉得这个小孩 从显秀到队伍 期末中培养 然后到一级联赛 打比赛 甚至到国际赛 我觉得他最好的一个特性 就是特别的大心脏 然后特别的勇敢 要不要男女 你没有大得一张玩笑 或者你直接拿卡去赞 先选是不是卡去赞 那么好 还有可能小炮 什么事 我一开始选择 这种打结的 就是说没有后悔 就是外界不管说什么 说什么 跟我打结都没什么太大关系 我对自己没什么目标了 越打越好就行了 一直以来 LPL都是一个盛产ADC的赛区 S2的微笑横空出世 改变了ADC的定位 S3 Uzi的维恩 极限无杀惊艳世界 其实LPL是一个盛产ADC的赛区 然后我们AD大部分的话 水平是比较强的 就比如Iboy 苏玛老师 还有Uzi 林温翔这些人的话 他们的水平都是比较高的吧 我觉得我有责任去延续 属于我们赛区ADC的荣耀 我希望我可以做我LPL新一代的ADC 就是证明我们ADC 就是比其他赛区都要成 LPL赛区的下路 有多数的任何赛区 从IPL的昙花一现 到后来的两度亚军 几番成绩 多年以后 终于再次看到 这样带着耀眼光芒出现的少年 希望他们可以承载着无数人的希望和期待 将属于LPL的荣誉延续下去